其实不难看出汪小飞 对台北已经堆垒了很深的情感 包括决定开这间饭店 Lobby的摆设 还直接大方地放了不少妻子 大S与孩子的照片 很迫切传递给女人一个讯息 S Hotel就代表了汪小飞和大S一家人 因为我做的事 99%是情感元素 服务员 包括我们的员工 客人进来以后 你把它觉得像回到 就来到我们的家一样 你要不要跟我们做一下 家庭对汪小飞来说 是一种藏在心里很深的依赖 从小在做生意的家中长大 妈妈开餐馆太忙碌无暇陪伴 让她在成长的岁月里 像是有个小小遗憾的缺口 放学去那边写作业 然后端盘子 如果今天没什么事的话 就在那边蹭两口吃的 高兴 因为我舅舅那时候 也在那边上班 我妈妈也在那 所以我知道 我就知道 我如果去那的话 能看到我家人 大部分时间我是看不到家人的 所以现在家人的位置 无法撼动 即使会议开到一半 汪小飞一看到女儿来 所有全部先搁一边 把她放进来 我在做梦吗 她在哪儿 真的 做梦吗 你要下了几个赛走一走吗 忘了爸爸抱 走 然后玉儿已经会讲话了 玉儿很会跟她讲话 然后他们讲话会像情侣一样 玉儿很会跟她撒娇 她就特别爱 对 她就觉得台湾去海边好方便 她很喜欢动不动就一来 她起来我要到台湾 她都会去海边玩 到现在都还会带玉儿 单独去海边玩沙子 因为和大S结婚 让汪小飞上媒体版面的频率不少 从生活琐事到家庭工作 都是美光灯追逐的焦点 面对这些外在压力 她却很淡然 以前会在乎人家 现在就无所谓 你就做得好 她也会对有意见 你就要做得不好 也会有意见 对吧 咱们不是为别人活的 对吧 再一个就是 你要都成了一个 全世界人都爱你的人 这人也多无聊啊 这就是汪小飞 超领的EQ 也许正是为什么 她能应对 变化快速的两岸商圈 外加上挖八卦的娱乐界 采访汪小飞 有如打一场快速仗 北京台北追着她跑 最终发现 汪小飞没有活在 别人照她的那面镜子里 她只专注做好自己 经营幸福家庭 放在人生的嘴前面 才能真正笑骂游人 不辜负人生带来的挑战